蔣萬萬說我是扶龍王 我想一想也沒有錯啦 確實啦 馬英九被我一路罵到當總統嘛 那韓國瑜也被我一路罵到當市長 但是蔣萬萬別忘了 當我不罵的時候 我不想罵他們兩個的時候 他們都退步了 你看那個馬英九韓國瑜都退步了 所以被罵罵蔣萬總是好的 因為我們雖然是不同政黨 雖然在選舉上是對手 可是我對特別是蔣萬萬有一份期許 因為畢竟他是蔣家的後代 他有蔣家的光芒 自然而然的蔣家過去在台灣所做的一切作為 二職的部分 當然蔣萬萬他也必須承擔 他必須接受我們台灣人民的檢驗 甚至他應該對過去蔣家所做的暴力維權獨裁殘害台灣人民的部分 他要正式的認錯道歉 那為什麼我特別會提到這一點 因為蔣萬安你是在我個人看法 蔣萬安你是家害者的後代 我剛好是受害者的後代 那既然蔣萬安是蔣家的後代 他也承認了嘛 那他接受了蔣家的這個光芒 當然蔣家所帶來對台灣人民虧欠的這個部分 那大家就必須4466講清楚 所以我跟他又是在同一個選區 經常會碰面 其實說實在話蔣萬安確實是個暖男 他是暖男也是軟男 我一直沒有聽到他在這個部分 關於他家事的部分 正面的他都有產事了 但是對於這些負面陰暗的這個部分 他並沒有多做任何的解釋 像他在立法院一樣 面對國家大政 那大家執政在野之間在爭議的時候 那他選邊站他選在一邊 好像都不關他的事一樣 這就不行嘛 你擔任了立法委員 國會議員 你當然 你對於事情 你要展現你的態度 拿出你解決問題的方法才對 同樣的 你現在要參選台北市長 那不能只是說靠形象 那靠暖男 靠家事 那就想奪得我們市民的青睞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夠的 而且遠遠不夠的 好 好 睡覺 我悶不夠的 好 我成功 穿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